1月26日 甘肃省举行新闻发布会 通报杨关林厂防护林被毁问题调查情况 日前 有媒体爆料称 敦煌万亩沙漠防护林杨关林厂遭替光头饰砍伐 严重威胁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敦煌的生态安全 在网络上引起热议 甘肃省政府副秘书长郭春旺气少说 经过历年卫星摇杆资料对比分析 自2000年以来 未发现林地大面积减少情况 调查组请求生态怀疑部 卫星中心对阳关绿洲开展的卫星摇杆监测风险 数据显示 2009年以来 阳关绿洲面积及植位情况没有明显变化 调查组还查阅了多年来水龙监测资料 数据显示 从1983年开始 阳关地区西土多流域水自然量总体稳定 现呈现小湖增加叙事 综合相关情报风险 阳关地中现贸稳定 没有出现明显废话杀话现象 不存在威胁东华生态环境情况 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田宝华 针对网络上热议的阳关林场是否存在隐瞒真相和砍伐的现象 砍伐的树木是否都是存活的树木等问题 做出了回答 阳关林场的防护链大部分是栽重于上世纪的六十七十年代 到这个九十年代后期 以阳术为主的防护链陆续老化衰败 病虫害日血严重 防护功能逐年降低 而且库斯木因大风影响还存在一起隐化 还有2012年到2020年的时候 这个阳关林场 以照森林法的一关规定 和国家的低效林改造技术规程 等技术标准规定来 逐年地开展了低质低效林和退化防护链 带有更新改造工作 采发林墓室8827株 折合面积105 这次调查 我们看到有林带更新的这个情况 没有发现采发片林和激光图室砍发的情况 也没有发现砍树重浮套的情况 敦煌阳关林场成立于1963年 距敦煌市区70公里 西北与库姆塔格沙漠相连 是全民所有制林场 据敦煌市相关资料显示 2000年 阳关林场实有防护林面积 约6500亩 郭春旺介绍说 下一步 甘肃江举一反三 继续严格排查 针对存在的问题 提出整改措施 压实整改责任 确保全面整改到位 同时对相关责任人 依法医计严肃处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